刚刚提到 那刚刚刚有同学问我说 这本工具我们暂时先不讲 我们讲法定引语工期是干嘛用的 就是说第一个他说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限制 我说你的遗址 比如说你的厂债准备 并不是把这个准备拿来还债 不是 好 因为他这个保留引语的增减 不代表我现金增加或减少 第一个我要让大家了解一件事情 我今天损益的结果 比如说我今天说 我的公司赚了100万 损益的结果是赚了100万 请问一下 代表你的现金会增加100万吗 想一想看 我损益结果说我赚了100万 请问一下你的现金 是不是就增加100万呢 是不是 不是 为什么 扣掉税之后 税后净利100万 增加折旧 要加折旧 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为什么损益表上面说 我的税后金利是赚了100万 但是不代表我的现金是增加了100万 因为什么 因为有些事情说到 还不见得收得多 是 因为我们的损益表是按照 我们的会计处理是按照 印记基础 什么叫印记基础 我已经提供了服务 我已经把货交给对方了 双方讲好的条件 我都做完了 他还没有付钱 我可不可以承认收入 可以啊 所以我损益表承认收入 有代表我收到那么多钱吗 没有 损益表所承认的费用 也不代表我付了那么多现金 比如说损益表里头有折旧 我折旧费用有付现金吗 这个费用发生有付现金吗 没有 所以损益表因为站在印记基础 所以损益表的结果 不管损益表所承认的收入 损益表所承认的费用 都不代表我收到那么多现金 或者我付了那么多的现金 所以损益表净利的结果 不代表我的现金增加了那么多 或者损益表是亏损的 不代表我现金会减少那么多 所以损益表的结果 不代表我的现金 对吧 可以吗 可以理解吗 因此损益表的结果 跑到保留盈云 所以保留盈云 你限制盈云分配的时候 它代表钱吗 它代表实质上的现金吗 不是喔 所以第一个我要先告诉你 损益表的结果 不代表我的现金增加或减少的事实 好 那既然损益表的结果 不是我的真正的现金的增减的结果 的那个来源的话 那我的移植波 我说场债准备 就表示我有一笔钱在那边吗 没有 我说场债准备 它只是暂时冻结住盈云分配而已 暂时冻结住 不能拿来分配盈云 那为什么不能拿来分配盈云 因为我的债还没有还 所以我要等到我的债还完了之后 诶 我的冻结的条件 原因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移植波 就转为未止波 没有限制 没有冻结住分配的原因 所以它就叫未止波 就可以拿来分配股利 我说分配股利是看什么 看你的未止波 保留英语都是属于股东的 最后都要分配给股东的 那为什么现在要分配多少 要看你的未止波 那现在有限制的呢 只是暂时冻结住 它的盈云分配 所以常债准备 当我的债务还完了 我这个限制条件就不存在了 所以它就解冻 好 解冻 从它的移植波转为未止波 这个就是移植波的目的 好 常债准备 只是要等我的债还完了之后 这个保留英语才能够分配给股东 那法定盈予公积呢 公司法为什么会有这个法定盈予公积的要求或规定 因为法定盈予公积它的目的 需要拿来弥补亏损 公司没有说它一定只能赚钱不能亏啊 好 经营的结果亏损了 那怎么办 因为我们的保留英语如果假设我们没有移植波的话 我把保留英语赚了钱我都分配出去了 那公司没有 这个花没有日日红啊 有一天它发生亏损了怎么办呢 好 那是不是 我平常就有储蓄一点 有点储蓄 所以法定盈予公积的设计的目的 就要拿来弥补亏损的 这样看 听懂吗 而且我们的法定盈予公积是怎么来呢 公司法规定是税后尽力提拨10%至少10% 但是你可以一直提拨一直提拨 如果我公司已经存在了30年50年 我需要一直闭着眼睛一直提拨吗 不用哦 当我的法定盈予公积 比如说它已经达到资本额的100% 你可以不用提拨了 但是不同行业不同产业有不同的规定而已 但是我只告诉你说 法定盈予公积它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拿来弥补亏损 那公司没有亏损 然后我的法定盈予公积一直提拨一直提拨 无止无尽的一直提拨吗 没有啊 它有规定 当你提的法定盈予公积到达你资本额的 有些产业可能你一倍 你就可以不用再提了 有些产业你可能要规定它两倍 但是不同的这个法律的规定 那当然法律的规定是适同不同产业 它的风险性来决定的 好 所以这个法定盈予公积的目的 讲清楚了吗 好 所以为什么要有法定盈予公积 因为公司没有每天只能 每年只能赚钱不能不赔钱的 所以万一赔钱的时候 我的法定盈予公积有一些的轻盈在那里了 所以当它发生亏损的时候 我不会让我的保留盈予立即为复 好 那请你记得 这四个 这应该是说 这个科目 这个类别 它的余额 永远不能产生 切方余额 永远不会产生 切方余额 它永远不会产生 切方余额 有可能 但是你的合计下来 放在你的分类帐的时候 它的余额 永远不会产生 切方余额 这样清楚吗 好 因为 权益负债 正常余额是在代方 那这个 但是有一些事情 这些情况之下 有可能会产生切方 我们要谈 这几个科目里面 这两类里面 好 投入资本 它永远 不会产生 分类帐的结果是 切方余额 永远不行 永远也不会 但是 保留盈予 可以有 切方的余额 可能会有 切方的余额 你发生亏损 是不是产生 切方的保留盈予 因为权益科目增加 是在代方吗 好 那你写在戒方的时候 这就变成是负数 那负数的意思就是 假设你亏损 你的保留盈予 就在戒方 所以假设我今年 亏了一亿 原来我的保留盈予 只剩下一千万 那我保留盈予 是不是产生 戒余的九千万 可以啊 我说所有的科目 只有保留盈予 可以有戒方的余额 但是 paying capital 永远不会产生 借方的余额 好 所以你要搞清楚 好 接下来 这是他的账户处理 那art equity呢 我们会谈一个 在我们的中块里面 谈很多 其他权益 项目有哪些 但是在这里 我们只会讲一个 这个就是什么 treasure stock 这个treasure stock 就是库厂股 库厂股的意思是什么 公司已经发行出去的股票 公司再把它买回来 买回来 还放在公司里面的 我们叫做treasure stock 叫做库厂股 好 所以 我们的权益科目 基本上可以分成这三大类 这三大类 这边还是算 细分出来他的会计科目 好 这是他的会计科目 这也是他的会计科目 这个分类 那我们在出块里面 会看到art equity里面 会举一个交易形态 就是产生的库厂股 什么叫做库厂股 公司发行出去的股票 公司再把它买回来 这个叫做库厂股 好 那就放在哪里 放在你的art equity的底下 这样清楚吗 我们先把他的大轮廓先讲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会看 整个样的 什么样的交易发生 我该怎么做 他的会计记录 好 所以先告诉你说 这些科目 这些在权益底下 分成这三大类 三大类底下 会有哪些的 会计科目的发生 那这些会计科目 正常会发生什么样的余额 是借方 是代方 好 我刚刚说了 权益科目里面 其他权益不讲 好 唯一 保留英语有可能 产生借方的余额 那你的trading star 大概是借方余额 trading star 真的是借方余额 好 我们会从后面的主意去解释 什么的交易发生 我该怎么去记录它 好 所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先看课本 这个540一页 好 去讲 股东的权利有哪些 这个公司的组织 好 有什么 当然是借由法律而产生的 好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 那个 这个 所有权人的权益是什么 股东的权益是什么 股东有什么权 好 那我们先来谈 刚刚讲普通股跟特别股 普通股东跟特别股东 然后不一样 除了它 它买到的股 股票不同 但是股票不同 不同在哪里 好 任何一家公司 只有一种普通股 只有一只 叫做普通股 但是它可以有不同条件的 特别股 就要不是普通股 就叫特别股 好 我们说 不是普通 就是不普通 只是我们没有叫做不普通 on comma 没有这个名称 我们叫做preferred 特别股 好 那我刚刚讲说 任何一家公司 只有一种普通股 但是它可以有不同条件之下的 特别股 好 那我们先谈普通股跟特别股 有什么不一样 一般来讲 目前坊间 就是我们台湾 至少目前台湾 你可以看到 有发行特别股 这个特别股呢 你如果是在公开发行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我知道好像联电有发行特别股 联电甲 联电乙 就是指联电的特别股 好 那特别股 甲 特别股 乙 就它有不同的条件 但是如果你上市 你去到公开市场看到 它就是 它的股票的名称叫联电 就是指普通股 好 只是目前我们的股票名称的分类 好 如果你有联电加一丙丁 这加一 后面有加一丙丁 这种就是它是联电的特别股 那联电的普通股呢 它就叫联电 好 就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普通股跟特别股有什么不同 我先讲 任何一家公司 只有一种普通股 但是可以不同条件的特别股 原因在哪里 特别股呢 一般以前 可能在15年前 我们台湾的会计的书 它叫做普通股跟优先股 它不叫做特别股 它叫做优先股 为什么叫优先股 因为目前来讲 绝大部分特别股设计的时候 都是什么 它有一个固定股力 而且它股力的发放一定是优先于普通股 也就是说公司要发放股力的时候 要先发放给普通股东 普通股东都满足了 剩下来才是属于 对不起讲错了 当它要发放股力的时候 它要先满足特别股东的股力要求 剩下来的才分配给普通股东 所以特别股早期 我们又叫做优先股 因为它的股力的发放优先于普通股东 所以以前我们的中文书都叫做优先股 因为它的股力优先于普通股东 叫优先股 那现在我们不叫做优先股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的特别股的设计 它有不同的条件啊 可以设计成不同的条件 它也许股力没有优先于普通股东 但是它有其他的条件 比如说你可以优先于可以行使转换圈 所以就是特别股啦 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叫做优先股 原因是这个 不是以前叫做优先股 我们的设计上面不是只有纯粹 是鼓励优先于普通股东发放 它可以有不同的条件 所以它跟普通股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统一叫做特别股 因为什么跟普通股是区别的 那我的特别股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态 好 我可以有优先 对不起 我可以有固定股力 但是没有累积 特别股 我现在讲特别股 特别股我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条件 所以一家公司只有一种普通股 但是它可以有不同条件之下的各种的特别股 比如说一家公司发行的普通股 但是它发行了三种特别股 可以啊 它特别股第一种 它可能发现的是 它有固定的股力10% 但是没有其他的 另外一个呢 它是特别股 它的固定股力是5% 那但是它另外的条件是 它有累积的权力 第三种 它呢 没有累积 它的股力呢 是8% 但是它可以参加到10% 不同的条件啊 它可以有第四种 第五种 第六种都可以 只要你的条件设计出来之后 有投资人愿意买 就可以了 所以特别股它有不同的条件 它可以设计各种不同的条件 只要有投资人觉得 你这个特别股的条件 我喜欢 或者是我觉得对我有利 我就去投资 就可以了 fine ok 所以特别股 它跟普通股不一样 而且特别股一家公司只有一只 叫做特别股 对不起啊 特别股跟普通股不一样 一家公司只有一种普通股 就一种 但是它特别股可以有不同条件的特别股 那我们来看一下普通股跟特别股 那大家 我刚讲 特别股它是 比如说它有固定股力10% 那普通股东要发放股力之前 必须特别股东先满足发放10%的股力 之后普通股东才能够参与享有股力的分配 好 那什么叫累积 我们刚才有讲过了 这个股力呢 公司没有每一年一定要发放的义务 公司很赚钱 对不起 我就不想发放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好 我赚了100块 我只要发放1块钱的股力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好 所以 对于公司来讲 并没有绝对的义务 一定要发放股力 就算是我有发行特别股 那我没有累积 我就没有一定要发放 什么叫做累积呢 累积是我今年没有发放 这个权力 我会累积到明年 累积到后年 一直累积 等到哪一天 公司要发放股力的时候 对不起 先把特别股东 之前所积签的股力 全部还完了 才可以发放给普通股东 这个叫做累积 股力公司没有一定每年要发放 就算你有特别股 想有固定股力 想有固定股力 他如果 你不发放可以啊 只是特别股东他没有发放的股力 他有没有未来要求的权利呢 就看你的特别股 是不是一个什么 累积的特别股 他如果是一个累积的特别股 那当然可以 没有发放的股力 他一直拥有这个权利 未来普通股东要 想有股力分配之前 必须先满足所有特别股东的 股力发放的要求 这个叫做累积特别股 好 所以绝大部分 特别股目前的设计 大部分都是想有个固定股力 只差在他有没有累积的权利 好 那普通股东呢 就刚刚讲了 特别股东都满足了以后 才能够轮到普通股东 那你想说那这样 特别股东有人要买吗 特别股调先满足了 特别普通股 才能够享有股力分配 那普通股东股票有人要买吗 他一定有他的诱因 好 他有什么样的诱因呢 他最大一个诱因就是 比如说好了 昨天最大的新闻 除了篮球之外 还可以其他的可以观察一下 比如说台新金跟张银的诉讼 好 民国92年台新金 反正这里历史有一些的故事 那总而言之 台新金本来想要併张银 好 那但是他有做了一些的 他就去买了张银的特别股 那因为他可以转换 好 所以呢 总而言之 他间接就形同是张银的大股东 好 但是呢 总而言之就很多的角力 最后呢 这样就是打官司啦 好 那总而言之在讲的是什么呢 好 张银跟台新金这个例子里面 张银呢 他的 呃 台新金因为 因为他可能没有形式转换 总而言之他的条件 那个要详细去看 但是 在投票选董监事的时候 张银的 对不起 台新金的人马就没有过半 董事会举手 他就举出别人 因为另外一个 另外一方就是财政部 财政部官股有派 派代表 好 好 那 但是那个财政部 争取到了董事的席次比较多 所以开董事会的时候 投票 当然财政部就是什么 比较有话语权呢 他决定的大概就是定案了 因为投票就是二分之一嘛 好 绝大部分除非有非常重大的议案 才要三分之二通过 好 绝大部分都是一半就可以了 所以台新金呢 就控告张 那个 呃 这个财政部 好 财政部呢 违反当时候的合约啦 等等 他不能 这个是阻碍张盈取得过半的席次 好 不能阻碍台新金取得张盈过半席次 的董事 董事席次 好 总而言之 昨天就判决出来了 好 反正 各有输赢 好 那我要讲的是 普通股 他的诱因是什么 普通股东可以参与公司的经营 普通股东怎么参与公司的经营 怎么个参与方式呢 他是间接 藉由投票选出董监事来参与公司的经营 好 这是普通股东他的权利 好 所以这边呢 他说了 在541页就有去提 好 那这个他的权利是什么 当然一个很重要的是 他可以参与董监事的一个选举 来投 具有投票权 好 然后再来呢 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在考虑公司的那个 发行的时候 好 那这边呢 请你看一下呢 我们现在台湾目前已经没有什么 没有那个五指化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印股票 好 已经没有在印制股票了 那但是课本上面有列了一个股票的样子 给你看 跟公司债有一点点像 好 只是公司债呢 有利率 好 有到期日 但是股票没有到期日 那如果特别股 他可能会展明他的股利率是多少 好 所以这是Electration11-4 他就讲说呢 股票证明书 share certificate 就是长什么样子 好 你可以看一下 那目前台湾我们已经是什么 五指化 好 所以基本上没有公司去 什么 以前常讲的 印股票换钞票 好 现在不用印了 好 因为已经是没有股 没有资本的股票了 好 那Electration11-3呢 就告诉你说 股东的权利有哪些 这是在542页 Electration11-3有奖 那我刚还漏掉长一个 特别股呢 除了他的股利优先于普通股 我说目前 你的设计方式 一般来讲 这是他享有的股利 是固定的 那有可能这个股利呢 会有 可以有累积的效果 或者是他可以有参加 我们再去讲 什么叫做participate 这个参加是什么 好 那基本上 除了他的股利是优先于普通股之外 很有可能 还有一个 当公司要结束经营的时候 那公司结束经营 第一个先还债 他先把他的资产变卖 换成现金 那先还债 好 他的债一定是什么 呃呃员员工要你有基欠工资的话 要优先偿还给工资那个员工 然后再来呢 呃如果你有欠政府的税的话 要优先还政府的欠税 然后这些 接下来这就还你一般的债务 好那都还完了 负财都还完了 该还的都还了 好那剩下的钱就是什么 剩余财产分配 他分配的时候呢 普通股东是最后剩余财产分配权 也就是说当公司结束营业 所有的这个负债 特别股 该还的都还完了 剩下来的才是普通股东的 所以普通股东拥有 最后剩余财产分配权 最后 好该还的 该付的都付完了以后 最后才是算普通股东的 好这是普通股跟特别股 一般的条件有什么不同 好接下来谈一下 当你好像他 像我们公司发成立的时候 好公司成立的时候你要先 呃他的流程 这我N年前 大概十几年前有做 有帮公司 帮一家公司去设立登记 所以这个流程 待会我就清楚 第一个呢你要先去 呃可能公司呢要先去想几个名称 好比如说 呃我要叫 呃我要叫 祥安股份有限公司 好好 祥安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因为基本上我们说公司名称 你要能够看出业务性质 好 那这个我要把这个名称呢 就到经济部去预查名称 看有没有人跟我的名字一样 好 好跟我的名字完全一样的话 我就会什么 就 你你人家已经有设立 就就像有有专利一样嘛 人家已经有这个名字的权利了 所以你就不能叫同样的名字 好 所以你就要预查名称 那预查名称通过了以后 某个 你可能要至少送三个名字 好 那三个名字他有没有重复的 好就已经有人设立的 如果都没有 你可以从其中挑一个出来 那你挑的时候 你要先开所谓的发起人会议 公司呢 要筹缩多少资金 然后每个人呢 要这个出资多少 然后前什么时候之前 要入到哪一个账户 所以你会到银行去开一个 根据公司 这个经济 经济部回来的预查名称呢 你拿这个公文 这个他回来会有一个公文文件 你去银行去办一个 这个公司的筹备处 你又要有账号 你才能够汇款 这个出资金额才能够 资本才能够进得去呀 好 所以呢 这个发起人会议里头 就会去展明什么时候 你要把这个钱 汇到某个账户里面去 好 然后呢 都会进来之后 这个公司 那个 这个 设立的时候呢 要把去这个银行 去申请 所谓的 应该是存 存款余额证明 你说我这个公司 设立的时候要 一千万 好 那我现在上面有一千万了 好 那所以你要去做这个存款证明 然后又做简单的资产付债表 去给 会计师签证 好 就说好 没错 真的里面有一千万 我也不晓得这个会计师 有什么好签证的 就是工事还没经营嘛 就一千万 存折上面都已经有 银行都已经出资证明了 好 但是还要去会计师工证 这样工证 你知道可以拿多少钱吗 不会很高啦 但是呢 几万块也是有 当然你是小公司 大公司的话可能 他的工费的收法 是不是跟你的出资额是有这个比例的 好 那总而言之就是 规定上面就是要一个会计师签证 好 签证完了之后所有的文件都被齐了 你才去你的 比如说高雄市政府 应该是建设局 好 去那个 这个就是投 那个 提出申请 好 所以这个下一个流程 好 那我们现在就谈说 那我公司拿到资金之后 我怎么去做他的会计记录 所以 我股份的发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刚刚谈到呢 我们有几个概念 我们的公司法规定 公司设立的时候 我要去设立登记 说我的资本额要多少 就叫法定资本 法定资本 好像是法律上规定要资本 你要有多少资本 不是的 而是你去设立登记的时候 你在那边去写 我法定资本额是多少 好 比如说我法定资本额是 2000万 好 那 那个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呢 我等于说2000万要发行 200万股 好 所以一股面值都10块钱 目前台湾都是一律 都是这样的 好 那我现在呢 我的法定资本额是2000万 但是呢 我去注明一下 公司 我们的公司法也规定 你可以分次发行 也就是说 我不必一次就要把200万 全部发行完了 然后才可以设立登记 不一定 我可以分次 那公司法规定呢 你的分次 第一次 你的发行的股本不能低于你法定资本的25% 所以2000万 你不能低于2000万的25是500万 好 所以你只要是发行的金额超过500万就可以了 这叫分次发行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去设立登记的时候呢 我有个叫 also rise capital 叫做法定资本 或叫做核准 因为你去公司设立登记了嘛 所以呢 我们叫做核准资本 好 因为 我们其实也不是真的核准 其实是报备 现在公司 除了你是特许行业 所以要不然你是不需要经过一个很麻烦的程序的 你只要去申请地安 它其实是核报备而已啦 除了你是特许行业才会有所谓的核准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有个名称 就是你去公司 你去你的主管机关 市立登记的时候 它会 你上面写说你的资本额会是多少 那 已经报备完了 我们就叫做法定资本 也叫做核准的资本 好 那我的核准资本 假设我刚讲说 我要发行2000万嘛 所以核准的资本额 股数就是200万 好 就核准200万 好 那我刚有讲了 因为我可以分次发行 所以我有什么 我核准资本 之后我会什么 issue 发行我的资本 好 发行我的股本 发行 那我刚讲说 我申请2000万 200万 我第一次发行1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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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我发行的股本 或者叫发行股数 好 那或者是issue stocks 发行股数 好 那我核准的股数 叫做outstanding shares 200万股 我发行100万股 还没有发行的这个100万股 我全部 我申请200万股啊 我现在只发行100万股 所以我还有一百万股 未发行 这叫未发行 unissue 未发行 好 那我发行出去之后呢 我就会什么 叫做outstanding shares 流通在外股数 outstanding 流通在外 好 发行出去了 那他就是流通在外 那我刚刚是不是讲 好 对不起 发行出去他就会流通在外 但是 如果 我这边还要讲说 那我有可能是什么 发行出去呢 他基本上就是流通在外的股数 但是我刚刚是不是谈到 我们刚刚的 那个treasure stock treasure stock是指什么 我已经发行出去了 又怎么买回来 所以我发行100万股 我买回来10万股 我流通在外几股 再说一次 我核准200万股 我发行了100万股 发行出去了 卖出去了 好 现在我从市场要买回 10万股 请问一下他的outstanding share 是多少 90万吗 所以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 情况 我的 核准股数一定会最多 我核准200万股 我能够发行的上限就是200万股 好 那我现在只发行100万股 所以我核准股数 发行股数 会比核准股数来得像 好 因为这中间我有什么unissue 还没发行的股数 所以我会产生 这种情形 如果我没有未发行 那我的核准股数 就会等于已发行股数 好 那我的已发行股数一定是什么 会大于我流通在外 或者是等于 当我是大于流通 那个发行股数 会大于流通在外股数的时候 因为我是什么 我有库藏股 先看清楚它的关系咯 我核准股数 可能 不等于发行股数 但是 我的核准股数一定会最多 我就核准200万股 你就不能发行超过200万股 你要发行比它还多 你要先办理增资 好 所以你要把你的股本增加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讲说 你的核准股数 最 发行股数 最多只能等于核准股数 有可能比它小 因为你有未发行的股数 再来 你流通在外的股数 最多会等于你发行的股数 已发行股数 有可能小 有可能比发行股数还小 已发行股数还小 因为你有什么 库藏股 所以库藏股 不等于 意思不等于unissue unissue是从头到尾我都还没有发行出去 叫做未发行股数 但是我的库藏股是指 我发行出去了 再去把它买回来的 这个我们叫做库藏股 所以如果我核准股数 我从来没有发行的话 我不叫做库藏股 所以请你特别记得库藏股是指 已经发行出去了 再把它买回来的 它才叫库藏股 好 如果你从头到尾都没有 卖出去 没有发行 它就不叫做库藏股 所以这个关系你先了解了 好 那这是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呢 我们的发行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从例子 好 要讲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谈一下 像我们刚刚讲股票有面值 那有可能呢 台湾是没有这种情形的 台湾已经明文规定 你讲是股份有限公司 你的股票面值都是 一股都是10块钱 这是台湾的证券交易法 已经规定好了 但是国外可能它发行的股票 可能没有面值 好 那没有面值呢 我发行多少钱 我就用多少钱承认我的股本 所以它就没有什么 资本公计的问题 因为它没有超额投入 超额投入是因为你有面值 而你的发行价格超过面值 你才叫做超额投入 那如果你没有面值 no part 没有面值 我发行多少钱 我就对多少钱承认我的股本 所以这个叫做无面值股票 那目前台湾就没有 无面值股票发行的可允许 所以台湾的所有的股票 都是要有面值的 好 面值现在面 不是擦汉的那个面值 是face value 叫做面值 face 票面上面的金额 好 面值 好 那台湾目前没有 没有核准可以发行 无面值的股票 所以我们要发行呢 我们在解 我们刚刚讲 有面值跟无面值差异在哪里 无面值就是我这一次发行多少钱 发行拿到多少钱 我全部承认为股本 因为它没有面值 所以我没有超额投入 超面值投入的问题 所以这是无面值的好处 它的账务处理比较简单 因为它没有资本公积 好 但是有面值的股票呢 它就是你发行的价格超过面值的部分 就是资本公积 普通股溢价或特别股溢价 好 那市场价格跟面值本来就不一样 就像我刚刚讲了 好 譬如说 现在那个大力光 它的市值 一股2500块 好 好像比它还高 那面值就10块钱而已 所以市价market price 跟你的face value par value 相懂吗 不同 好 本来就不同 好 所以在543页里面 好 它就告诉你了 好 那这个market price 好 这是什么 叫做市场价格 然后呢 在我们的544页 就告诉你 有所谓的par value 面值 就是股票上面有载名 它一股多少钱 no par value 就是没有面值的股票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讲了一堆了 终于我们来开始写我们的交易分路了 好 545页 先看一下呢 545页 它举一个例子 它说呢 这家公司 好 还不是耶 它在讲保留英语 好 你可以看呢 share capital 它这边是写什么 好 它用的科目叫做ordinary shares 我刚是不是讲 有些书写common stocks 普通股 有些书会写ordinary shares 也可以 好 就是都是指普通股的意思 然后呢 545页呢 告诉你还有个retain earnings retain earnings 是怎么来的 它这边就举例了 从income summary过来的 好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第四章吧 第四章 我们是不是年度结束要结清 收入要结入income summary 费用也要结入income summary income summary 也是因为结账而产生的 它也是一个什么 暂时性的科目 它也是虚账户 因为整个结账结束之后 income summary 要结转到retain earnings 好 545页 它就举了这样的一个数字 分路出来了 好 当年度的损益结果 收入减掉费用之后 它的净利是130万的港币 所以最后结账完的时候 要把income summary 结转到retain earnings 好 所以告诉你 这个分路值告诉你 保留英语是怎么来的 保留英语是公司经营结果 转进来的 损益的结果 汇总到保留英语里面来的 好 这是保留英语的产生 那后面呢 有一个equity的那个报表的 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有关于equity 是吧 它是分成股本跟保留英语 好 这是在Electration 11-5 可以看到的 好 那接下来呢 终于要开始进入我们正式的分路了 它如果发行股票拿到现金 请你看547页的2Electrate 好 就举例来说 假设这个H公司呢 好 它发行1000股面值1块钱的普通股 好 然后呢 它发行的价格呢 根据它的面值发行 面值1块钱 我也发行价格1块钱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第一个分路 我公司发行的时候拿到 你有发行1000股 一股1块钱 所以拿到1000块 好 所以我debit cash credit ordinary shares 普通股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不是 这个 share capital dash ordinary 就是普通股 好 1000块 那这是第一个例子 它告诉你说 假设它面额是1块钱 它发行价格也是1块钱 那现在第二个例子告诉你说 假设它面额是1块钱 但是呢 它发行价格是5块钱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拿到 发行1000股 我拿到5000块的现金 但是这5000块的现金呢 有记录的时候 debit cash 5000 但我带翻我的股本 好 share capital dash ordinary 就1000 因为我就1000股啊 那我发行5块钱啊 所以面值就1块钱 我是不是超过4块钱 超过4块钱的部分 就是我的什么 资本攻击 课本上面就已经写了 share premium 股票溢价 share premium 溢价的意思 我们如果公司在 我不是premium of bonds payable 应付公司在溢价 premium就是溢价 它是告诉你 股本溢价 哪个股本 ordinary 普通股溢价 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 资本公积 好 所以我有资本公积 就4000块 因为每股超过4块钱 我发行了1000股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经过这个交易之后 我的分录会怎么写 分录写完之后 我的报表上面 产生什么样子 548页的illustration 是一支7 好 我是不是呢 因为我发行了两次 一次发行是一股一块钱 一次发行一股是5块钱 好 所以我一共发行了2000股 所以我share capital ordinary 就有2000 但是呢 我有share premium 股票溢价有4000 所以我的pay in capital 投入资本 一共有6000块 好 再加上我的保留 因为我total equity 就是33000 好 这是 科本上先举例 你当你 写了这个分录之后 你的报表上面 怎么去报导它 好 那再来 如果你发行的 现在548页呢 告诉你说 如果你发行的是 没有面值的股票 那我说没有面值的股票 你发行多少钱 就用多少钱 入账你的股本就可以了 可以譬如说 好 在548页呢 for example 好 假设呢 我的发行呢 假设那个 HA H公司呢 好 他呢 他没有面值 但是呢 他有state 没有面值 但是我可以有设定价格 所以设定价格 跟我有面值很相似 他的账目处理很相似 他有一个无面值的股票 但是呢 没有面值的股票 他设定价格是5块钱 所以假设他发行5000股的话 好 他设定呢 然后呢 每股用8块钱来发行 好 548页给你的这个例子 他现在呢 刚刚讲说 他前面的例子是说 他有面值1块钱 现在这个例子告诉你说 他没有面值 他是no part value 但是 他发行 这次发行的时候 他设定价格是5块钱 好 他发行价格是8块钱 那8块钱扣掉5块钱 多出来3块钱就是什么 也是他的什么 益价 虽然他是没有面值 但是他发行的时候 有设定的一个价格 有一个设定价值 所以超过限制 超过设定价值的部分 我也是什么 我也是share premium 也是股本溢价或股票溢价 所以你可以看5000股 然后我设定价格是5块钱 所以我的股本承认25000 但是我发行拿到的是什么 拿到的是4万块 因为每股8块钱 5000股都拿到4万 所以超过股本的25000的部分 我就15000是什么 share premium 一样叫做股票溢价 这548页 所以我说他没有面值 但是他有设定价格的话 就跟我有面值的会计处理很相似 没有面值 但是我也可以每次发行的时候 去设定他的价格 那如果你是真的没有面值 然后也没有设定价格 也没有设定价值 那再来548页 我发行拿到4万块 所以我全部就承认 share capital -ordinary 就4万 我就没有什么 share premium 你可以看一下548页 没有面值 所以我发行拿到4万块 我全部4万块就承认我的什么 普通股本 好就这样子 好那再来呢 如果说另外一种 我刚发行的时候都是拿到现金 我发行有拿到现金 那有时候呢 有可能 我公司刚发行 刚设立 那你公司设立的时候 我刚是不是讲说 你要请会计师签证吗 那我跟会计师讲 我不要给你钱 我给你股票 可不可以 没有人说不可以 你请我愿就好了 好 所以呢 会计师也说 好啊 那你那个 你现在可能刚发行 刚设立嘛 你需要资金 好所以呢我也 但是我看好你公司的发展 好比如说 我觉得你这个公司 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有发展性 好所以你要给我股票 我也乐于接受 因为未来会股票增值嘛 好所以我就拿到股票 拿到股票 但是我没有 公司发行股票 整个会计师 但是会计师 拿到这个股票 并没有拿钱给公司啊 因为什么 他是抵他的提供的服务啊 因为我刚刚是不是讲 公司设立的时候 必须会计师签证 好 那这个签证呢 很简单的一个资料 他签证要签证费 所以签证费有好几万 所以呢我就跟会计师讲好说 我不要给你现金 我给你股票 好会计师说 OK Fine 好那这样就成立了 那公司就把股票 要给会计师 可是公司发行股票 带方是我的股 我有股份啊 但是我接方是什么 就是我的开办费 我没有拿到现金 那我拿到股票 是因为我发生了什么 公司设立所发生的费用 我们叫做开办费 叫Organization Expense 在我们的549页 好所以假设 现在呢 公司那个 我要付给人家5000块的 所谓的签证费啦 或者是请人家帮我们 这个做这个设立的动作 所以我们要付这个费用 我们叫做开办费 但是我承认这个费用 我没有付钱 我给他股票 好那你看他给他多少股 那一样啊 那你给他多少股 然后呢 你有没有这个股票 有没有面值 好 所以像这个例子呢 他说我们现在呢 这个开办费 要付给人家是5000块的 服务的费用 但是呢 我现在呢 这个股票呢 面值是4块钱 好然后 对不起 我发行的是4000股 每股1块钱的面值 那 发行4000股 这个给这个 所谓的会计师好了 假设他是一个 会计师签证费 我给他4000股 面值是1块钱 可是签证费本来 会计师要跟我收5000块 所以超过的部分 就是我的什么 share premium 就是股票溢价 所以 这边的例子跟前面 只是告诉你 前面是因为你发行 拿到现金 后面549页是说 你发行股票 并没有拿到现金 而是因为什么 去抵你的费用 好 对你的分路 股票的部分还是一样 要先看看有没有面值 来决定你的入账的 记录方式 好 那后面呢 我刚刚是因为 我要付给会计师签证费 我给他股票来的 那现在呢 另外一个例子 549页说 好 我发行股票是因为什么 我公司呢 要设立登记 要存在嘛 所以我要什么 我要有一块土地 来盖办公室 所以呢 我就跟地主讲说 我跟你买这块地 但是呢 我给你股票 换你这块土地 你觉得好不好 地主说好啊 那就成立了 好 那就看 这块土地 有没有价格 如果这块土地 有公允价值 我用土地的公允价值 当做是我股票发行的价格 那如果这块土地没有公允价值 或者没有找人来建价 或者是无法建价等等 总而言之 假设这个土地是没有公允价值 因为公允价值是什么 一般来讲 我们说公允价值 说临近的地区 在最近有发生交易 所以它的交易的价格 就可以把它比照 或者是微调 为你的公允价值 那如果都没有 我们就用股票的 是公允价值来当做我 取得土地的入账成本 好 所以看一下呢 549页 好 他说呢 他现在是跟那个地主呢 好 好 讲好 他发行1万股 来交换 取得这块土地 那这1万股呢 他说他的每股的价值 这个最近有一些 这个股票呢 有活络的交易试价 好 每股是8块钱 那看一下呢 他说 这个例子里面呢 他说呢 这个 那但是这个土地 假设 他最近呢 有广告 已经这个广告说呢 他呢 这个卖这个土地的价格呢 最近有交易 交易的价格是9万块 但是 但是呢 这是他打广告是他 不是打广告了 就是他张贴出来要卖 好 他张贴出来说 这块土地要卖9万块 这个例子我觉得挺有趣的 好 土地上面呢 这个张贴说 我这块土地要卖 要卖9万块 好 但是呢 这公司说 我有兴趣买你这块土地 但是呢 我拿我的股票跟你换 好 那地主说 好 那 假设这块公司呢 就说 拿1万块 发行1万块的股票 跟这个地主去交换 那1万块的股价呢 1万块的股票呢 他每股是8块钱 他就说 这个有个什么 有活络的市场价格 那土地呢 他是张贴出来说 他要卖9万块 那请问一下 到底这块土地 或者是我这个股票的发行价格 是要算8万块 是算9万块 我再说一次 我们548页 549页这个例子 他说 好 这个公司呢 跟地主 好 他看上 不是看上了 他选择了1块土地 那这个地主呢 也准备要卖 他卖的时候呢 贴的广告说 他要卖9万块 好 那 公司呢 跟这个地主讲说 我现在呢 这个拿我的股票 来跟 买你这块土地 好 那地主说 好吧 好 那现在呢 地主 原来我说了 他张贴广告这块土地 要卖9万块 那公司呢 这个股票呢 他是有个活络市价的 就是说他有个活络市场 有交易价格 好 在谈交易的那一天 就是大家谈好的 那个交易那一天呢 他的市价是8块钱 那公司1万 给这个地主1万块 1万股 请问一下 你的土地取得的入账金额 或者是说你股票 要发行的价格 是8万还是9万 好 为什么是8万 为什么土地 他不是说要卖9万吗 好 我刚刚是不是讲说 如果土地有 已经成交的价格 有公允价值 我拿土地的公允价值 当作我股票发行的价格 就土地的成本 入账成本 那除非土地没有公允价值 没有最近交易的价值可以参考 那股票有公允价值 我才拿股票的公允价值 来当作我的土地取得的成本 那这个例子里面 这个土地呢 张贴说要卖9万 有人说 你现在是一个 那个买卖房子的时候 你要注意 他张贴广告 说他要 这个房子要卖1000万 他卖得了1000万吗 就像我们当时候讲嘛 讲那个资产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讲 他的开价跟他的成交一定会有差异嘛 好 所以等于说 这个地主虽然说他要卖9万 可是最后成交价只有8万 因为股票有活络的市价 值得是参考的 值得有参考价值的 所以我们拿股票的市价 当作是我土地的入账成本 好 因为其他土地是这样 他贴广告出来要卖的价格 那你卖也不是真的成交的金额啊 好 所以这个是549页 为什么你承认的是8万块的发行价格 土地成本而不是9万块 好 这是有关于股股东的 那个549页的例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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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